全台露营成风潮 但你知道吗 在台湾有9成的露营业者是不合法的 来看一下总数1790家 但是有1599家是违法的 只有191家合法 占比是10.7% 而其中有4个县市违法业者最多 分别是南投县、新竹县、苗栗县跟桃园市 而他们分别是违法在哪里呢 来看一下违反土地的使用规则 占了62%最多 再来是违反农业发展条例 占了27% 以及违反森林法占了4% 其他则是占了7% 好那么看完这个以后 就有露营业者他跳出来说不公平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很多的法条 其实都是沿用很多年以前的 到现在已经至爱难行了 同时的话 还有露营观光联盟的业者 他也跳出来说了 希望这个观光局 尽快讨论出相关的细则 好让业者有法可循 好那么如果你还想要看一些娱乐新闻的话 你可以扫描我左手边的这个大型的QR Code 会提供给您最多最新的TVBS娱乐头条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